自从吴蝶迷他们节育之后 我感觉 共军军区敌工部 好像特别加强了警戒和排查 我去医院见过孔副院长 他说他和白院长接触的时候 感觉样子怪怪的 白院长 就是田府司令的老婆 那韩甄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 一旦要是暴露 他扛得住啊 好了 我来了几天了 也见了不少的老朋友 他们知道 咱们的先遣军 即将联手维虎山和大锅盔的人 进行一场联合的年冠暴动 每个人都摩前擦掌 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 你这里更要谨慎而为止 不能有任何疏忽 是 那您在牡丹江还有待几天呢 我一定 该回去的时候 我一定会回去 好 那您多注意安全 我看现在 要注意安全的人 应该是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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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是 是 有 有 有 报告 进 阿里萨 后灯来信了 这个老刀果然不简单 神河庙里有电台 尤其是这份电报 阿里萨 到底说啥了呀 他说我们小分队 已经被座山雕给打败了 他现在正在向侯电魂暴劫呢 这不扯淡呢 这个老刀现在不在神河庙 十有八九是在牡丹江 阿里萨 那没事 牡丹江是咱们的地界 这一个臭老刀能搅出什么名堂 上次前副司令打电话过来说 斐特会在年关的时候 组织一次非常大的军事行动 这次侯东送来这个情报 说明年关暴动 直接就是针对我军的 他们想把连路头上的所有人 还有土匪联合到一起 所以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是 203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 长队 你等一下 我写封报告 你去牡丹江军分区 把它交给田副司令 是 另外再去一趟军分区医院 催一下药品补给的事 好 好 虎爷 大炮头请你喝酒 我去能干啥呀 我们大炮头说了 你所有八卜山的周到 特意嘱咐他 大炮头这是要干吗呀 兴师动众的 你可能不知道 大炮头得了那把刀啊 回去是看了半宿 恨不得整宿地报了税 他说了 他那把枪呢 是他的半条命 这把刀啊 就是他另外半条命 你说什么 他去大炮头那儿了 连老长都去了 说这大炮头请谷一弯 搬我山子 他们究竟还是缠在一块儿的 你说那个信胡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是不是想逼死我呀 还能压他 我去插了他 得得得 就你这三块豆腐糕 杀起鸡豆费尽 还想插了他呢 你还愣着干吗呀 盯着去呀 是 小心点 放心吧 准备点菜 老大 干啥呀 你整这么多菜 你很客气 都自己弟兄 这啥意思啊 谁让你大脸蜜子 换大蜜子 这玩意儿喝不过瘾 不是不是 老爸 你这 我这酒量不如你 你这整大蜜子 凉蜜子 我就倒了 你哪整 不是你啥意思啊 你和鸾萍在离树沟 一连喝了八大碗咋的 到威武山你就装毒的 这不是那个事 你咋的你不想在这儿待了是吗 啥意思啊 那鸾萍他是想故动我 那我不跟他使心眼啊 咱这不一样 都自己弟兄 都真家伙招呼对吧 时打时凿的 这一晚下去多带劲呢 说得对呀 不是鸾萍算什么王不赌子呀 不是你老胡是谁呀 他们不可悲满打听打听 那江湖刺大炮头 那不是白叫的 我刘大麻子算一个 野狼豪狼战身 正三炮 下来就是你胡彪 就这四大炮头 到哪个山头报号 他们不差又不得子 到哪条线使横 他们不给面啊 你们仨 那是货真假事 我胡彪 这属于浪德虚名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怎么叫浪德虚名呢 不这四大炮头不是白给的 要论管制都狠 这咱几个都一样 要论德行 那野狼豪什么玩儿啊 两块大洋能给他爹卖喽 还有那正三炮 见着你阿门走不动道 为了一个骚过蝴蝶迷 就宁可在许大马帮手底下 当三孙子 什么玩儿啊 那就剩咱俩了 正好 豪马 快刀 英雄本色 不把意思啊 把我撂哪儿了 你看老大 这话你说的就 应该是 好马 快刀 顶尖子 来 来 还是老胡会说 来干一个 所以话说的事 这正咱们好跟蝴蝶迷 上大锅盔去 我就没跟着去 我能跟他们上那儿 添碗鞭子去吗 是啊 你老胡能随便给别人填碗鞭子吗 他也不瞅瞅 我跟你说老爸 那天我见着老胡 那么大一条件子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四大炮头 要换别人 找他娘对罪了 是吧老胡 来 三爷太和 三爷太和 三爷 您又在研究联络图啊 胡念坤说年关暴动 一点缺陷消息也没有啊 我可没那耐心法子 逼急了老子谁都不顾啊 我自个儿组织暴动 到时候你看着吧 都得来抱我大腿 可侯电坤他们 不是也得等千面佛发话吗 三爷 这个千面佛 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 什么人物 十六八九就是那个老道呗 老道 一个老道 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老道的底子要是翻出来 那可删了去了 就这张图 我现在都怀疑是出自他的手中 可胡彪不是说 这图是从阮瓶手里抢来的吗 是 老胡的话说得不假 不假 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明白了 三爷 也就是说 当初我们在大锅盔一散 您安排了一组毛去找联络徒 许大马邦那边则安排了鸾瓶 鸾瓶先到的定和道人那儿 他先得到了先遣图 可是啊 还没等到回上来请赏奶头山花的了 鸾瓶呢 逃回了梨树沟 胡彪也逃到了那儿 碰巧 胡彪遇到了鸾瓶 抢了他的先遣图 上了咱微虎山 三爷 也就是说 咱们有了这张图 那什么千面佛 侯电坤 谢文东 马西山 这帮憋孙玩意儿 咱们就根本就不用 把他们放在盐里了 我想好了 大年初四 他们不会躲动 咱们自个儿报 一旦冲工 我就上蒋瓶圆 长大嘎子 邀功勤赏去 什么千面佛万面佛的 赢家上岸老崔 对 自然没错 三爷 真没想到 这个联络图 有这么大的作用 怪不得 您那么地看重他 这个姓胡的 也真是拖了 这幅图的福了 要不是有这张图 早拉出去插的了 对对对 就算是这样 三爷您也别忘了 他想入咱威虎山的规矩 威虎山各山头的规矩 都是让老崔三代传下来的 别老低了我耳朵提醒我 是 三爷 醉 醉话知错了 知错了 谷一会儿干啥呢 被 大炮头 请去搬火山子了 你无以类举 人以群分 拉帮结派 毕生摇变 那八大金刚 那这这这 绝对都不是浪得虚名 你们这名声在外面那帮 穷豹子听了 腿肚子都赚金 都一个个吓死了都 也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 也不能够 八大金刚 也不是都叫得响的 你就说那个吧 就那 就那个 谁呀 他算啥玩什么呀 不安不男的女不女的 要不是会唱两首京剧 三爷能重重他 行嘞 不是这梁台斯文馅 真不多见 不都翻舵子吗 你还别说 咱这翻舵子 老牛了 是吗 那金钱标 老邪乎了 比向三崩强强 向三崩 花舌子吗 你不问哪个溜子 你不得我画舌子吗 就是你靠那个 绑票收拾 勒大脖子上线 靠嘴吃饭的那个 这这 照老八照又差远了 老八 起码是挥鞭子呀 那鞭子老牛温了 那砸西安镇的时候 一鞭子给那狗子那 一双照子就给搂瞎了 我跟你吹啊 天上飞过一只鸟 只要我鞭子够得着 一鞭子下去马上了 鸟必须下来 那老八 咱俩都马后 我觉得这功夫 你得教教我呀 是吧得功夫了 那你得给我喝一个 那喝一喝一 带上我 吃饱了 老六虎子玩得好 是吧 老五掏了棒子玩得好 那掏了棒子会拐弯的 飞出去啊 只要粘着 不是断额巴就断腿 这么厉害呢 那这这等于这 人人都有绝活 老四呢 咋没说老四呢 这这这这 喝酒喝酒喝酒 喝酒啊 这是这 问着我不该问的了是吧 没事 等我没问啊 喝酒 不是也那也都 不是说不该问 关键是 那咋子呢 下山打的信儿去了 去多迟了 我哪知道我盯马浩呢 我天天我盯他呀我 反正有日子了 三爷想 天天瞅 天天天天天往椅上那瞅 找不着人吗 我 amenities 老四语 你看 mount吒 でも在那裡 你本店银你還在算我 咋玩戏呢 醉花 醉 我的玩意儿 我还得哄你啊 你吓死我 坐着吧 那啥醉花 胡彪过坎子的事 你是咋安排的 我是有一个想法 可是 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别装犊子 我是想在他过坎子里的时候 不管他是不是真胡彪 都插了他 我操 你心挺狠呢 不是的 三言 我是这么想的 一个来历不明的强龙 来到了咱威虎山 这绝对不是件好事 现在 这个联络图在您手中 年官暴动 不管成功与否 将来这牡丹江的势力 都在三言您的掌控之内 所以 不管胡彪 是不是真心来投咱们威虎山 杀了 就是杀了 以绝后患 如若不杀 万一 大度能容天下各 杀了胡彪 怎么向弟兄们交代 你解释解释 三言您是天下英雄 自当不会坐死下流之事 这事 是醉花擅自做主 动的手脚 如若将来出了事 毕了醉花一人就行 谁让醉花我 就只拿您三言 当我唯一的亲人 为了三言您的宏图大志 就算是让醉花去死 醉花也心甘情愿 这事 知道吗醉花 其实你吧 文不能安邦 武不能冲锋陷阵 你能上山来 是因为你杀了人 而且你又是 母南疆的京军名角 我老喜欢听你唱两口了 你能成为我坐山雕坠信任的人 知道为啥吗 三言 我看中的 恰恰是你 没本事威胁我对维护山的控制 你只有你那点聪明 和对我的忠心 能为我所用 所以我最信任你 话虽不好听 都是实话 我现在啥都不担心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外有妖魔内有暗鬼 内鬼不出 外魔难想 你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了吗 懂我意思了吗 好 começ又说 你想的 你一直找到那个 Ooh 人家的 妈带 早 Dream 不行啊 不是让你盯您谷月轧吗 跑出来干吗 我盯着你 这不刚回来吗 都喝得我了 滚万人回去了 听见他们说什么没没 没啥正经话 先这大炮头吹牛 说四大炮手在江湖 怎么怎么厉害 后来呢 接着吹呗 那马后把扒拉金刚吹了个遍 什么飞斧子 套劳棒子 马鞭子 金钱镖 反正就是 就是什么呀 就是磨磨叽叽的 快说 就是埋的你 啥也不是 妈的 这叫吹牛皮吗 这个大傻子 把咱们八大金刚的底刀给漏了 走 说他 说他 老爸 你觉得老胡 够仗义吗 跟我有啥关系 我就惦记他那匹卷毛青棕马 好马谁都稀罕 可是江湖上有句老话 叫做好汉不夺人所爱 你稀罕 老胡更稀罕 他稀罕 我也就是想做做 破鬼影 老胡 谷佑尔 可是个好把的 老胖 如果咱兄弟几个联手 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 就起不了什么风浪了 老八爺在这儿呢 老八爺在这儿呢 好东西啊 二位可真有口福 怎么 梁仔 你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怎么着我有事啊 是啊 我就是个劳碌命 哪能像二位大爷一样 躺在这儿舒舒服服地 啃海草呢 这不 三爷让我来通知 准备明天给谷月万过坎子的事 外头都传说 这个胡彪枪法拳脚了得 咱们得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两下子 三爷说了 明天你和他比签 比什么玩比 看来啊 你真是不了解三爷的心思 实话跟你们说吧 三爷 怀疑谷月万的身份 所以让你协助试探他 如果他认怂了 就证明这里头有事 让他他妈的 赶紧给我下山走人 我告诉你这话 你别拿三爷来压我 我大炮头不是下大的 你是不是怕我们兄弟几个联手 夺了你的梁台啊 我要是说没有 大炮头你也不会相信 可是梁台不梁台的 这是咱们自己天窑子里的事 可这谷月万身份是不是属实 这可关系到咱们整个 威虎山的安慰 三爷 非常在意 行 那我就陪他老胡玩玩 那行 好 明天的笔试 为了不让谷月万起一心 你们的枪也由我来准备 笔试之前 我再给你们 行 你会准备枪啊 就不让我来准备 我来准备好 我能不能进行 你也会有点准备 我现在就要在那里 你不在哪里 你去哪里 这不是胡闹吗 我明确地说过 五天之内熟练地掌握滑雪技能 这是命令啊 他不但违抗命令 他整天把自己憋在屋子里边 这人是谁 把他给我带去 二点赛 这人啊不用叫 就在这儿呢 我 我呀 可不就是你吗 二点赛 您天天在屋子里面 就是看地图也不训练 那还说啥 赶快训练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快跟上 不要当队 快点啦高波 快点啦高波 等等我 看你那样 都成个大白熊了 你还笑 我这不是没学好的吗 那你怎么那么笨哪 你看二零三 都说后学的都已经那么熟练了 你都学了好几天了 怎么还是老摔跤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没好好教我吗 我怎么没好好教你了 我教你这动作 你都记住了吗 我 我记住了呀 记住了就对了呀 看好了啊 我教你了 怎么样 这回滑得不错吧 错过吧 我跟你说啊 再过两天 我准把把这滑雪啊 练得跟我骑马开枪一样熟练 等到了大年三十 我就踩着这个滑雪板 直奔维虎山 进了维虎厅啊 我就取了那座山雕的老命 座山雕拿命来 你怎么了 高波 我也想去打维虎山 你说二零三能同意吗 不可能 二零三不可能同意的 你说你这么小 而且还是个女孩 那白柔姐姐也是女孩啊 她都没比我大几岁 你说你跟她比 那你可比她差远了 人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可就参军了 那你帮我跟二零三说说 我也要当兵 二零三是不可能同意的 为什么呀 我们这是小分队 而且有特殊的任务需要执行 更何况二零三现在这么忙 我不可能去没有原因 打搅她去 不蹦蹦拉倒 我找白柔姐姐去 你现在找谁都没用 走 走 维虎山这路啊 左拐右转哪 看着郝总 一走起来 跟迷魂镇似的 要是没有太阳 真分不清是东南西北 可不是吗 虎爷 也就是您胆子大 我才敢跟着你出来 这么走走 要像我们这些杂役啊 平时还有那些 出来炸到的崽子们 要是一步走错了 那就是死不了 也得一点暴打 有这么吓唬 那可不是 我们现在走的是前山的便道 便道 除了便道 是不是还有别的道 那倒没有 不 我听说有所道 暗道 火道 不过 没走过也不让问 也不敢问 那边看看 站住 站住 走 非虎山上生荒都不能乱走 不知道啊 不 Ping 你 当 为啥呀 五人有令 除了八大金刚以外 其他人不得擅自走动 我说你个刚上山的柳子 你有资格寻山吗 你赶紧回屋待着 且别惹事儿 する 军 BP 老胡初来乍到 不懂规矩 这就回去 等会儿 我听他们说 你拳脚功夫了得呀 这样呗 我在山上也无聊 咱俩试试试 这样 你要赢了 我请你喝酒 你要输了 卷铺该滚蛋 咋的啊 没种啊 没种就卷铺该滚下山去 威虎山不要闲人 这就是你说的大虎英雄啊 瞧他那个熊样 你先别拖脑 屋子还没暖和呢 别再感冒了 老长 山上 是有这样的规矩 来 我都已经被三爷 分为上校团父了 还只能在屋里待着 不能出去溜达 是 胡爷 这还真是三爷立的规矩 在威虎山上 只有八大金刚 每周一 担任执行官的时候 才可以随便走动 像我们这些杂役 还有那些小崽们 不能随便乱走 就走变道 胡爷 胡爷 那个 老人家 等我们拿下卫虎山 这个 一定完毕归照 那你爹呢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 被左山雕给抓走了 那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有 最明显的就是 他右脸上有一块疤 疤 怎么弄的呀 被胡子拿刀给砍的呗 被胡子拿刀给砍的呗 老长 胡爷 来 来 来 子龙总之 还有一句话 你千万有解好 座山雕 他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你 同时 再没有确认别人跟你 完全站在同一个立场 你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你对你 你 你皮柴不还有这么多吗 我总不能挠了 胡探傅 二郎家的 你怎么来了 有事啊 屋里坐吧 不进去了 我是过来给你报喜的 玩上家的开玩笑了不是 老胡才才刚上微虎山 哪有什么喜啊 三爷想封你当微虎山老九 明天过坎子 这肯定是好事啊 老胡何德何能 让三爷这么厚爱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几个金刚大爷 还要试试你的身手呢 要是顺利了 你就是咱微虎山 第九大金刚 要是栽了 你也知道 老胡明白 明白就好 那好好准备吧 多谢梁台费心 屋里坐会儿啦 不啦 老吵 老吵 霍言 我 我那个 不是 我 你这羊锅子一定很金贵吧 你看 这好看 是顺带锅 还有莱莉 想知道吗 怎 怎的 还有莱莉 小莱莉 是从一个 叫蘑菇老人的手里得来的 蘑菇老人 你认识 不 我不认识 没误 我 我觉得这名字挺好听的 我哭了 眼睛怎么了 眼睛没砸 这老辣 这见风落泪 你说这 这砸了 没出息了这 胡言 我那个 那月二十七 也就是说 如果杨子荣同志一切顺利 他也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呀 他不仅要一个一个对付那些顽匪 降助作山调 还要获取维护山的情报再送出来 困难重重啊 是啊 自从杨子荣同志上了山之后 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回池以后告诉二零三 这些天要制定一个 成熟的第二套方案 一旦杨子荣同志的行动失败 立即请用第二套方案开始行动 总之一句话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 一定要在腊月三十晚上 彻底消灭作山调 是 根据二零三反应的情况 和我们收到的情报 敌人 确实在策划一次大行动 一次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现在 我们知道公开的执行者 是侯殿坤和各山头的土匪 但是 底下的策划者是谁目前还不清楚 你们来自一线 你们的分析呢 我们曾经讨论过 我们认为是 定和道人 定和道人